大家好 我是环宇顺本540 如果留意我们的频道都知道环宇顺本其实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都来到江门有一段时间 作为一个本地人我一直都在密切留意江门的市场 而选择更好的产品跟大家介绍 今天是整理了一系列的江门三区二十几万总价的一个合习 其实在整理的过程中都会发觉在江门二十几万总价的一个产品真的很少 所以之前也会有很多观众朋友去问 为什么江门的一个价钱站得这么硬 或者是为什么江门现在都已经是去到万多元的一个住宅价钱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个人就是认为江门这边的一个购买力 主要是依靠一个本地和一个外来务工的定居者为主 所以不会说依赖太多的一个外地市场 包括它的保值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第二个的话最主要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产品 例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都是公寓产品来说 都是一个供应供需问题 那么目前在整个江门市场呢 它可能就是这个供应 供应的供应量呢 不会说非常大 但是我们需求的话是有的 包括有很多毕业出来的一个 年轻子女啊 如果她工资有那么多水平的话呢 其实她都会选择自己去租回一间 小区里面的一个公寓产品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租金的一个回报率问题 那好像我之前有朋友去租 就算她就算她签了两年也好 40方左右一个公寓呢 都会租到2000到2200以上的 那当然了 再加上目前一个国家政策呢 就会倾向这个实体型经济嘛 那再加上一个创业成本的问题呢 会有很多的一个朋友仔 会考虑在公寓上面去创业的 那包括一些美甲啊 美折啊 做Facial啊等等的话呢 都会选择这个 创业成本啊 不用太高了 所以就会出现 为什么干门的一个价钱 站得这么硬的一个问题呢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一起去 了解我们 整理了四个产品了 都是一系列 和大家一次过介绍的了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立刻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联系我们 还原唱本的销售同事的 那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款呢 一起和大家看看 那首先呢 大家来看了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奔光生成最核心的位置 首先的话呢 就是一个体育本先了 那2018年呢 和2019年呢 他连续两届的旅牌呢 其实都在这里呢 举办了的 那另外呢 还会有我们 尼尔根先生呢 和谭明伦先生的一个 个人演唱会呢 其实都会选择在这里的 那他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 可以容纳到9000人的 一个体育场 那另外呢 还会有我们一些 跳水啊 或者是等等的体育场呢 其实在这边都会有设备的 随此之外呢 这边还会有一个 超美超大的 这个玄珊湖市政公园 那每晚8点到8点半的话呢 其实是 有一个音乐喷传的 那如果是住在我们 保利天宇的话呢 都可以过来这边观赏的 无敌配套之一 江门体育中心 可以容纳2万2到2万8的人口 那开演唱会的话呢 都是我们江门市区的 一个必选之地来的 广东珠西地区 最大的这个国际会见中心 都是在这里附近的 其实他每年举办的展会呢 可以隐留大概60万的人次 那在项目的北边的话呢 就是我身后 绿色围栏围挡起身的 这个江门桥镇项目 投资了13亿的 预计呢 在2024年的话就会开通的了 那在我们奔江新城的话呢 还会有我们新的一个 市的档案中心 就是我们项目西边的这个 这个市档案中心 那当然了 都是我们江门未来 接下来是最美的 和最大的这个市政办公中心 那在我们项目的东侧呢 除了我刚才介绍的这个 这个体育中心 和会展中心之外呢 在我们项目正对面 还会有这个保利国际广场 那一期的话呢 已经是建成了的了 那二期的话呢 都正在加建了 整个商业体的话呢 预计在2023年 就会正式开业了 那现在呢 就进入我们的正题了 来回我们这个楼盘了 保利天宇 那整个楼盘 整个公寓产品的话呢 一共是有两栋 一共的产品的数量的话呢 是1400多套 其中的话呢 有四分之一 是由保利自己去支持的 那另外的话呢 在我们产品的隔离呢 就会有我们这个地标的一个酒店 王冠假日酒店 那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都已经是封顶了 一共是有219套单位 那大家都知道呢 价格都会有个差别的 再在我们王冠假日中心前面呢 就是我们整个江门未来 最高的地标 220米的一个甲级写字楼 那整个这个保利中心的位置呢 可以说是无敌的配套 那保利天宜呢 除了这个无敌配套之外 还有我们的一个超低密度 六梯十八户 那另外的话呢 看回我们房屋入鱼的通风度 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边位的话呢 其实它是三面通风的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所在的24楼 它一个采光效果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一只的话呢 毛坯交楼只需要24万起 那个人都很喜欢这个盘 所以都放在第一 那这个盘的话呢 如果你后期做一个爱丙营的一个民宿 自己去运营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都不会亏的 它的估计率都会非常高的 当然了 你都可以交给我们华与上盘 我们在这里呢 会帮你尽量去安排这个后组的服务 那第二个呢 和大家介绍的这个二十几万总价的盘 就是我们这个月秀奔光盛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上次我们是拍了周边的这个 整个江门的波子4S的 4S的汽车总店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项目的对面 就会有这个投资了50亿的一个 一个江门未来最强的这个医院 就是一个三级医院来的银葵医院 那另外再说回我们盘的子身 那我们楼下的话呢 就会有这个商隧区 都是打造一个35万5i智能的一个全新街区 那和我们的产品类型就会比较多了 二十几万的产品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那这医院的建筑面积的话呢 就是35到37方 开间的话去到3.75 进深的话都去到7米6 那带精装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的卫生间 是三件套是有的 并且我们的小厨房的话 那些配套都是齐全的了 那作为一个工作室 或者是出租来说的话 都是比较舒适的 那我们来到第三个盘呢 就是在我们新会书朗新成的 这个君宁风乐世界 那其实这个项目 听名就知道了 是一个结合商业圈 和一个住宅 作为一个项目来打造的 那当然了 它的商业圈 说出来是非常厉害的 那预计在明年开业 那它将会有这个 国际性的一个电子竞技场 和会有我们这个 日本引入的一个 在江门的世家乐园 并且的话 会有一个超大的商业体 以及我们五一地区的一个风情街 那我们今天呢 现场都见到很多人 因为呢 我们的公寓是正好 是对外输出的 那至于定价 即是最终的价钱 还未定下来 那27方的一个福息户型 的话呢 就预计一下 30万起 那我们暂且当它是 会有特价单位 出意至刚才 那并且呢 是有楼层 是作为一个反租的方式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这边近一个江门站 还有它自身大的一个商业 以及它一个旅游产品 会比较吸引人流 并且在我们整个枢楼新城来说 公寓产品真的很少 那当然了 反租价钱的话呢 我们可以参考我们旁边来的 这个南湖一号 那好像二十多方的福息公寓的话 目前在租的 就是2300至2500 如果是平层的话呢 它的月租都去到1500至1700 所以它的价钱定价 以及我们的反租方案 究竟去到多少 那等它正式开业 即正式有方案的时候 我们再来到现场 和大家介绍 那当然了 如果你对我们这个盘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环游准盘的施首同事先 我们会将详细的资料给你 今天介绍的第四盘 就是在我们逢江区 和江河区的交界柱 就是在我们这个江门的东汇城 首先我们看看周边的配套 我们项目的正对面 就是我们江门的茶叶城 除了外街之外 其实它内街的商店都开到满了 第二个的话 这边就会有饮食 包括会有食甲 打火炉 以及会有饮茶的地方 正如这个看到的 其实现有的配套 再加上我们楼盘的一个底箱 以及会有即将进驻的大阳 即是下一年五月 会进驻大阳法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双圈 现在已经是来到我们这个东汇城的楼盘 住宅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早期的 目前的入住率大概是七成左右 楼下的底箱 我们也看到现在即将会开业 身后的话 三栋绿色的就是我们的公寓 产品的话 分别是有平层和幅式 今天我们介绍就是这只二十多万的产品 是的 如果你对我们介绍的二十多万产品系列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华言舜舜》的销售同事 我们会进行1V1级VIP服务 当然了 如果你想在江湾了解更多的讯息 欢迎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like subscribe我们《华言舜舜》的YouTube频道 和按下小铃 我们有新的视频就会立即通知你了 大湾区那么大 不知怎样 那么多楼本花多眼暖 自主投资 哪里好些 有什么陷阱 有什么中复位 想知多些 试多些 可以随时上我们公司 找我们最主要的团队谈谈 我们在港九新界 深圳和江门都有分点 可以说总有一间在左近 另外记得关注我们《华言舜舜舜》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Web Site 以及WeChat微信公众号 我们最新的市场消息 热买的舜舜 或者折扣优惠 就有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了 还有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华言舜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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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